一根拐杖 象征着儿子对父亲的爱 在台中风源有一位徐先生 他因为爸爸行动不便 开始想要设计拐杖 那他设计的拐杖更轻巧 更时尚 全都是MIT 进而开启了事业 接下来就要看看他们的故事 陪伴行动不便的父亲 一起散步 是创办人徐宇佑 从小到大再熟悉不过的事 而多年来 他看见父亲带着拐杖 在生活上遇到的种种难处 一个特别的念头 便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我儿子他跟我说 他在念小学的时候 就有个作文 叫做我的第一步 我觉得人生的第一步 是很重要的 但是边一家的小孩 都是爸爸妈妈 牵着手 或扶着在写走路 我们家的兄弟的第一步 都是扶着爸爸拐杖 在写走路 所以爸爸成就我的第一步 我们来演化一个 让能够排除那种 有形跟无形 所有障碍的这些 女父 长得不像拐杖的拐杖 从小看着爸爸 在生活上有很多的不方便 因为小儿麻痹 因为拐杖 去餐厅吃饭的时候 拐杖不知道放哪边 上车的时候 拐杖常常要拿到后车厢去 那下车的时候 又要再过去 先过去拿下来 然后坐飞机的时候 会被空服员没收 所以我就感觉 其实对他很不好 所以我那时候 其实想帮他做一个拐杖 做一个让他 改善他生活的拐杖 许与佑最初的心愿 是想为父亲 做一副专属的拐杖 没想到在亲友的推荐下 逐渐做出口碑 然而决定量产 更是一个挑战 经过了多年的研发与改良 才正式创立品牌 将拐杖重新定义 不再成为身心障碍者的标签 而是融入美学概念 展现出辅具的质感与品味 以往的拐杖拿起来 就叮叮咚咚 轻轻轻轻轻 他的拐杖拿起来 就好像拿一个精品的产品 以前看到我拿的拐杖 我会自卑 然后现在我拿的这种拐杖 走起路来 更抬头挺胸 让我拿起来非常有自信心 因为我就是天生脚趾外翻 开完刀的时候 其实单只脚完全不能使用 那就只能靠两个拐杖去做使用 可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玩 那我就常常拿着这个拐杖 到处的去旅行的时候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 让我觉得它自己 我自己变成一个弱势 而是反而是让我很加分 因为每次拿着它出去的时候 大家都会很好奇说 我的拐杖怎么这么漂亮 这边其实你可以很明显看到 穿同的拐杖其实它比较相对的 第一个不好看 然后笨重 然后没有办法调整 因为没有办法调整的情况下 会没有办法用到最适合使用者的高度 那容易造成二次伤害 然后我们的产品就不一样 我们的产品随时随机可以调整 随时可以调整到最适合你的高度 那对使用者来说是最好的 除了拥有伸缩功能 还有符合人体工学的曲线设计 以及整支拐杖的重心平衡 让产品使用起来更加稳固 不易爆充 而F型的握把 更增加了外出膝带的便利性 随手一挂就能轻松放置 我们目前有三款产品 第一个是腋下拐杖 前臂拐杖 还有老人家使用的手杖 那其实我们所有的产品 都配备了我们的专利功能 就是所谓的记忆伸缩 就是说你在使用的时候 你直接往外一拉 往外一拉 就可以使用了 收纳的时候 压这个透明的 压了推 压了推 就可以收起来了 而且只需要做一次性的调整 假装我是一个小孩子 然后调整到最短 一个比较短的高度 然后下一次再用的时候 它自然而然的就记住了 那你们是不是有拿到世界各国的专利呢 对 我们的产品呢 在日本 美国 韩国 中国大陆 台湾 东南亚 欧洲都有专利 而且我们产品连续三年 在美国或者世界第一名的评选 当初会使用这个拐杖 其实它最吸引我的 就是可以伸缩 它可以收纳 因为我之前也是拿那种传统拐杖 那它是没办法去有什么改变 它就是很制式化 那所以拿起来很轻盈 那在伸缩上面带给我们很大的方便 而在安全性方面 品牌不但严选航太等级的铝合金 更经过一百万次的耐久测试 以及负重力高达120公斤 让使用上更加安心稳妥 虽然我们公司现在规模还不大 但其实我们希望未来 我们能够引领行一股风潮 让业界的前辈们 他们可以开发更多 以使用者需求为导向的产品 而真正切切地去解决到 身心障碍者们 使用者们的需求 MIT的优质拐杖 让更多有需要的人 都能使用高品质的辅具 自信地迈开步伐 踏纹每一个脚步